而暑假已经开始了 您想要找暑期打工吗 小心打工陷阱多 有名20岁的自清师傅呢 就听信了网路上社团的招揽 说一同出国去泰国打工带货 殊不知一搭上飞机就成了猪仔 被带到了柬埔寨 加入博弈集团来鼓吹这些 线上博弈的用户们来下注 而过得不见天日的日子 最后是靠着家人汇款15万元 才得以脱身 而警方介入侦办发现 这打工诈骗集团呢 其实组成的成员 都是20岁到31岁左右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过去呢 有相当多的前科 有暴力讨债掠人诸多前科 而被害人呢 在见面的时候 本来以为自己要到泰国的 直到在机场才发现 原来目的地已经改到柬埔寨 心中有疑虑 但是在被威胁之下 也只能乖乖上机 跟随他们到柬埔寨去了 而现在呢 警方认为 他们这打工诈骗 把人掳到海外的行径 已经涉犯了 人口犯运法 恐吓还有组织犯罪 已经介入调查 也逮捕到了不法分子 警方分别在停车场 及房间内 陆续将嫌犯逮捕 因为他们涉嫌 以打工名义 将人骗到国外 从事非法的诈骗工作 原来先放在网路上 散布到泰国打工的消息 只要帮忙带货 就能获得十几万的酬劳 结果一名男子应征后 一跟对方见面 立刻就被控制行动 而对方拿到他的证件 办理护照后 再陪同到机场入关 才知道目的地 已经从泰国变成了柬埔寨 由于担心被害人落跑 先犯还将他包围直到登机 并早就派人在对岸接应 这个机关成员 就以各种的话术 包吃 包住 包机票的名义 要求被害人 不过到泰国 这边来打工算成 二十出头的被害人 是社会新鲜人 找工作不顺 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 还好不久后 当地就大规模扫荡诈骗机房 让他有机会脱逃 一回国就报警处理 而警方才知道 这个八九年级生 组成的犯罪集团 年纪最大才三十一岁 最小才二十岁 除了骗人到海外打工 还会暴力讨债 由于集团还从事非法放款 除了借十万元 得签下二三十万的本票 只要还不出来 就会被控制行动遭到恐吓 并通知家属拿钱放人 警方也掌握到被害人付了钱 才在家属陪同下 获得释放的证据 因此敢在暑假来临 展开攻坚行动 除了要避免再有学生 及社会新鲜人受害 还要依人口贩运防治法 恐吓及组织犯罪 将成员全部移送检方侦办 TVBS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 而再来看到 余天的女婿陈建 当诈骗集团的收水手 导致自己被逮 而现在检方已经查出了 其实他经手的车金流 就有1875万元 总共有6名被害人 而陈建的收款经手的金额 就有724万 不过由于他是配合检掉 已经追出更上一层 第二层的收水手 但依旧涉犯了诈欺跟洗钱罪被起诉了 而今天余天跟余亚平 他们也出现在法庭 视讯开庭 要跟陈建呢 来协调家务事 他们说 本来都是愿意出钱 出力互相帮忙的 希望陈建不要再做错事情 而余天讲着讲着 眼眶似乎有点红了 他说看到过去呢 昔日可以说是人模人样的女婿 如今呢 因为被收押 所以导致头发都没有剪险的 狼狈 实在是有些心酸 而另外一方面 外界也传出 陈建会不会花光了 女儿留给他的 3000万元的遗产呢 对此呢 夫妇俩也说 谁叫女儿生前如此爱他 那么如果没有照顾的尽心尽力 以后到天上 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女儿 看得出来 二老可以说是 为了这个女婿 操碎了心 高龄七十多岁的余天 跟妻子李亚萍 一早现身士林地方法院 两人穿着一黑一白 表情凝重略显憔悴 脚步缓慢 为了更应当车手头 被受压的二女婿 陈建打官司 全程以视讯方式开庭 大约一个小时就结束 讲到这 余天也哽咽了 至于陈建设计的诈骗官司 也有了最新进展 因他被检警查出 涉嫌帮诈骗集团 收取赃物赃款还抽佣金 月收入接近百万 裁定收押禁建 检方针结后以诈欺洗钱罪 将他起诉 日前陈建也被爆出 拜光渔苑期三千万遗产仪式 余天夫妻也首次正面回应 说要跟陈建持续沟通 才会有进度 本该想轻浮的年纪 高龄余天夫妻党 却得为做错事的晚辈 短时间内频频跑法院 PVB的新闻成员人文雅台的报道 而再来关注到的是 家中长辈退休过后 是否空虚其末 想要确认自己的价值 投入投资市场 小心就可能是被骗的开始 我们等你看到呢 就有64岁的爷爷 退休之后 淤淤寡欢 那么听信了 网路上还有社群里头 有很多诈骗集团跟他说 投资虚拟货币可以赚外快 结果就踏入陷阱了 而这个投资群组 让他前前后后呢 投入了23万元 最后拿不回来 孙子知道之后 相当的生气 而且决定将计就计 智取诈骗集团 他要求爷爷呢 向这个诈骗集团的收钱手 也就是车手说 我们还想再加码100万元 相约在公园里头交款 而车手果然是随之未来收款了 而他们陪同警方一涌而上 抓到了这车手 不过让警方只要投释 这个车手呢 明明是来交付现金的 应该会有送金单 或许是相关的合约吧 没想到这个车手呢 用一个手写的免用发票收据来骗钱 让警方大呼 这也太不专业了 接到车手准备面交取款 远景立刻上前拦阻歹人 啊不要动 干什么 来过来 各位 干什么 这些拿出来 水架也来了 原来他是前来取款一百万元的 但身上带的竟然是免用 同意发票的收据 让园景忍不住苦笑 说要装也要转业一点 他昨天叫我去买 昨天就叫你去买 今天就来拿 他叫你来跟人家拿欠的钱 为什么要用这种收据 我就不知道 一名64岁的爷爷 误入虚拟货币投资群组 被诈骗23万元拿不回来 孙子得之后很生气 要替爷爷出气 他假冒身份 约诈骗集团在黄埔公园见面 谎称要交付一百万元 报警将车手带到 年仅25岁的车手表示 是听从朋友的指示前来收款 便称不知道是诈骗 但说辞前后矛盾 警方已经将他依诈欺 洗钱防治法送办 TVBS新闻方志诚高雄报道 还有台中的朱先生投诉 跟家人们搭乘航空公司的航班 到韩国旅游 没想到机舱的增压器坏了 导致他的女儿 因为压力的影响受伤流血 在当地来申请紧急的海外救援协助 要求保险公司 他们事先投保的保险公司 来有这样的服务跟资源 但是要求帮忙改机票 但保险公司却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协助 他指引这五千多块的报废 是白花了吗 乘客在飞机上拉着氧气罩望向窗外 搭飞机游韩国都要反台了 却遇到飞机在高空骤降 班机折返首尔 乘客就发现耳朵出血 在韩国就医 指控保险公司没有给予协助 因为海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花这个大钱去 我们就怕万一出问题 这时候他们都没发费功能 朱先生表示女儿和家人一行三人 自由行到韩国出游 而是让他返台时遇到问题 他接到女儿讯息 说班机因为增压机出问题 耳朵出血要送医治疗 家人希望不要搭同一家航空公司 想要改搭其他班机回台 朱先生想起了三个人出发前有买了五千多块 购买了两家保险公司的旅瓶险 里头有海外集团救助的项目 但朱先生指控打给保险公司 却这样回应 朱先生抱怨花了五千多块 甚至也加保了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 海外医疗专机运送 只称保险公司连更改班机也无法协助 那你请你去找你的旅行社处理 叫他帮你改班机 那不是脱裤子胖屁又说了一大堆 叫我去做了很多 我今天无奈就是这样子 不过查询朱先生家人投保的 其中一家保险公司 关于海外疾难救助的服务办法 其中包含的项目 有免费咨询带询转送行李 推荐医疗机构或协助安排住院 带电费用 或者是安排清楚探亲处理后事等等 确实并没有包含协助更改航班的项目 海外紧急专机也需要医师判定 符合紧急条件才能出动 TVC的调文和罗欣台中报道 而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有大陆的YouTuber来到台湾叫七人车 但是临时改变行程要取消叫车 询问司机是否需要给补偿呢 司机向他着收了100块钱 那么事后这段影片呢 他po到网路上 引起了台湾网友的两面论战 不过其实轿车公司也表示 目前并没有取消轿车收费的规定 会再跟司机好好沟通 大陆YouTuber到高雄拍摄美食 才到超商叫了计程车 准备去吃早餐 结果碰到粉丝推荐了附近鸭肉饭 我们 中式了 我也想吃中式了 那家鸭肉饭 鸭肉饭 那完蛋了 那我们叫了个车怎么办 原本计划改变 但叫了车无法取消 怕对司机不好意思 点到计程车来赶紧上前解释 不好意思我们临时有点事情 不用车了可以吗 只见司机向YouTuber 收了一百元的取消费用 但这段内容po上网后 引起网友热议 对于司机收了一百元的费用 甚至被质疑是欺骗外地游客 因为是临时取消 司机已经抵达轿车地点 有民众认为害人家白跑一趟 给点车马费补贴 还算合理 但有人觉得这金额有点太高了 到底计程车有没有这项规定 询问其他计程车司机 你没有实际没有载到人 你没有行车轨距的话 如果公司追究下来的话 会有那个被停机的风险 都说没有规定取消要收费 不过因为有出车 对于司机来说多少有些损失 当时车行表示 目前平台并没有这样的机制 为了保障司机权益 近期再拟定机制细节 但其实并没有明文规定 而且如果强收罚则相当重 若查证确实有未依规定收费的情况 除以9000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还 上乘客收取取消费用 不符合规定 为了几百块钱的车马费 可能最高面临9万元罚还 实在划不来 TBS新闻